嗨,大家好,欢迎收看DST频道,我是YC阿琪 OK,相信大家今天看到主题就知道今天我想要讲的东西是什么啦 就是关于新娘拍摄前准备的东西 一般婚纱店都会在你们拍摄之前都会提醒顾客说 你们需要准备什么东西啊,有什么是可以不需要准备的啊 那些事情我今天都会一意为大家解答啦 首先第一我们说的就是需不需要软头发呢 我已经有问过了几个不同的化妆师他们给我的feedback都是 如果你平常有软发的习惯,你可以去染颜色 如果平常你没有什么软发习惯,你比较喜欢自己是黑发 那你可以不用特地去染啦 如果软发的话呢,最好是软巧克力色,就是褐色 褐色,然后不要带浅的褐色会比较好 为什么化妆师会建议软发? 因为软发的时候会让你的头发做起造型来会看到更加有层次感 可是我们没有说一定要你去染头发 其实如果你本身没有染头发的习惯呢,你可以不用特地去染一个头发 为什么,为什么有软发? 软发比较美,软发头发按起来就很会有层次感 做造型起来也比较容易嘛 可是我没有软发的习惯呢,我另外都是黑发 那如果你是一直都是黑发呢,你就可以不用特地去染啦 因为黑发也是可以做出那个造型的 只是软发的那个层次比较会突出 那你看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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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没有染发啊 那个效果也是好看的 所以看回你们自己,你们觉得想染发也可以染 如果你觉得黑色比较适合你们自己,你们不想染都OK OK,第二样新娘需要注意跟准备的就是contentless隐形眼镜啦 如果你本身没有戴隐形眼镜的习惯 你也可以少许只是拖下眼镜拍照就好了 如果你有戴隐形眼镜的习惯 我们的建议就是你用了隐形眼镜的颜色是褐色的 你也可以戴稍微有点放大的啦 隐形眼镜一定要戴的啦 不戴的话,眼镜那你会大力哦 啊,我没有戴隐形眼镜咧 如果放进去会不会很奇怪的哦 我眼睛这样小咧 我是不是要放到很大个针孔的才可以 那眼镜眼镜不是说放大孔就肯定是会好看的啦 如果你眼睛其实稍微比较大了 你只是需要买大一点点的耗了就好了 如果你买太大的针大孔呢,你就会拍出好像恐怖片这样子了 万一你有戴眼镜,可是你又不习惯戴隐形眼镜 也可以,你记得要提醒你的摄影师说你会看不清楚啦 摄影师在哪里,摄影师,摄影师在哪里,摄影师在哪里 好,接下来就是弄指甲啦 通常新娘都会把自己的指甲弄的美美的嘛 其实有没有必要需要去弄指甲呢 OK,其实我们摄影师不太会去留意你的指甲 有没有弄颜色啊,或者是弄很美 如果你有弄到美美的话呢,可能我们就会拍一些特写啦 如果你本身觉得你不想把指甲弄得太花俏的话 可能你就随便是涂一个单色的就好看了 如果你有把指甲弄得很美的话,记得你要提醒你的摄影师拍你的指甲 摄影师记得拍我的指甲喔 Oh My God 再来就是女生需要修的毛发啦 什么毛发呢?就是 所以你应该懂是哪些毛发啦 所以你应该懂是哪些毛发啦 所以这里我就不用多说这个是什么毛发啦 当你拍摄当天呢,他们都会要求你穿一件开扭的衣服啦 为什么是开扭的衣服呢? 因为当你化好的妆之后 用开扭的方式比较容易脱你衣服跟换你的衣服啦 呃,化妆是我,我卡着了,卡着了,卡着了,卡着了 帮我拉一下,帮我拉一下,帮我拉出来一下 OK,刚才我们说的开扭的衣服啦 接下来就是你还需要准备东西就是New Bra啦 New Bra是什么应该不需要我去解释了吧 据说好像是可以让一个人从A变到ZACK的东西 你别笑 哦,没有没有,大概是A变到V这样 OK,接下来新娘必备准备的东西就是高跟鞋啦 其实呢,穿高跟鞋有很多个好处的 第一个好处,增于高你的高度 还有呢,如果女生穿高跟鞋的时候 她其实会没有那么容易脱背 会挺的比较直 再加上其实现在我们的拍摄都会特地叫女生露一露高跟鞋 新娘新娘,那个对啦对啦 那个裙再拉高一点,看到鞋的再拉高啊 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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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高,高,高,高 OK,以上就是新娘拍摄前必备的东西啦 下一期我们就会说关于男生必须准备的东西是什么啦 所以我们下一次再见,拜拜 等一下先拿,等一下先拿 老板还有一句叫我讲的是要 啊,like and follow 再加subscribe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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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